强而有力的徽棒也逃不了师大外野手紧密的手背 以及新发投手朱家伟成功压制对方打线 师大棒球队在二局上半靠廖伟志及王尊生跑回两分 中间虽遇乱流危机 但靠着开路先锋杨紫义四局上的二雷安打 在下一分振奋人心 然后之前第二个打输就是 那个门关键的时候满累 然后我没有把握那个抢不出 其实打出去就没有讲什么 就只是想再多进一些累包多帮球队 就是所以才多点得分机会 五局上半裁判和教练对二雷判决认定一度有所出路 对此教练表示 我们看到的角度跟裁判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教练的身份一定会上去做比较激烈的抗议 那我也跟球人讲就是说 场上这种比较激烈的这种 需要有一些阿Q啊等等交给教练区做局励 那我们现在的球人都很好 他不会带太多的情绪反应 他们专注在他们的比赛上面 今天比赛大概有发挥之前练球还有属讯的一些有练的东西 今天比较可惜是一分差的比赛没有能够继续往前 这样细节的地方特别要做好 那才有办法在这种比较拉锯焦灼的比赛中 会有比较高的胜利 最后虽遭逆转以4比5输球 但师大棒球队誓言要在大专杯 让大家看见自己的实力 校园记者邱培函采访报导 喂